那么接下来这一章给大家讲解我们社医院中的最后一个案例 这个综合案例的话我们是要做的东西就是一个图书管理系统 那么这个图书管理系统会用到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控制台下面的一些应用 了解我们链表主要是链表 链表的话呢一些使用 以及熟悉这个编代码比如分文件 是吧这个话呢以及掌握这个链表数据结构 这个了解一下 然后的话呢这个本章的内容就是学习目标 是吧首先的话呢控制台下面的高级操作 就是比如说怎么去移动光标 然后呢掌握一下我们比如说链表的使用 了解我们数据结构的一些设计 那熟练的话呢编写功能代码 然后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小的应用 就是图书管理系统 那我们呢做这个之前的话呢 首先我们需求分析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数据结构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我们的一个系统功能的模块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书管理系统的一个 它的一个什么它的一个需求 需求的话呢就是随着 比如说我们呢在这个图书馆的话呢 到处都有 那么图书馆的话呢就是里面有书嘛 那么每本书的话呢我们怎么去管理 书呢有很多东西是吧 就是说有这个各类的书 然后呢书的价格书的类型等等 是吧那我们怎么去管理这个书 然后呢本图书管理系统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它是对图书信息的进行集中管理 那需要完成的功能就是需求 我们要知道 首先第一个它可以呢录录图书 比如来一本书我可以录录 这个图书的编号啊 书的名字啊 作者等相关信息 这个可以录录进去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查询 就是我这个图书管理系统 可以呢按照比如说某些选项 来进行相应的查询 是吧 比如说我我可以呢按照这个编号 或者按照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 是吧比如书名 是吧 然后呢都可以去查询 然后呢图书列表 就是呢你可以列出所有的图书的 编号图书名 作者名出版社类别 然后呢出版时间 然后呢等等 是吧 价格啊 呃 然后呢这个 呃删除图书 那么比如说我把那本书 从这个图书系统里面删除 这就是删除图书啊 然后呢修改图书 比如说我呢除了编号之外 想修改这个图书的 呃名字 作者出版社 然后呢性别等等 是吧 出版时间 价格 这个都可以去修改啊 然后呢图书排序 比如说按照这个某个选项 比如说按照这个 呃出这个出版的时间排序 或者按照我们的这个 呃名字排序 编号排序 这个都可以 好 然后呢这个图书系统的话呢 可以退出 可以退出 当然除了这个退出的话呢 它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肯定还有干嘛 可以登录 可以登录 是这样的 好了OK 那这个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呃说的这个图书 呃管理系统的一个需求分析 呃这是我们呃列出的这些需求 那么我们要实现这些需求 啊 好了OK 那我们把这个需求的话呢 先暂停一下啊 我看一眼 好 好